公主 天宫的十三先找你 十三来了 还有战神也来了 拜见战神 灵溪呢 战神 公主让我转告你 她还要照顾国主 都有不便就不来亲营了 还说 还说什么 公主还说天息宫简陋 国主还病着 就不留战神用饭了 若有机会会亲自登门致谢 小先恭送二位 你还可以御风回天宫吗 您有伤在神 一路至此 耗费甚多 还能施法吗 好 好 对对对对 我 我练功练傻了 我 施不了法 回不去了 今天不能走了 其实是今天啊 再过个三五天 六七八九十六天 够了吧 正是如此 还要麻烦你 安排两千客房给我们主仆 他有伤在身 不能强行御风而回 需要休息 啊 怎么 天息宫连两千客房都没有吗 你可要知道 你们家国主 可是本尊 从复林渊下救回来的 天息宫是如此待客的吗 是 战神请稍候 小先命人去准备 公主 他们走了 没有 没有 不但没走 还住下来了 说要住个十天八天的 公主 你是不是哪里得罪战神了 他是不是来找你麻烦的呀 小先看他挺吓人的 不见到你 是不会走的 公主 你去哪里呀 桃林 看来公主这一次 真是狠狠地得罪了战神 神尊 他人呢 这个 说 我 我听那小宫女说 灵溪突然有事 回桃林了 有本事就别回来 seed 人过来了 心却放不下了 我才没有呢 不过 你胆子也真够大的 这十万年来 恐怕只有你一个人 敢给他吃闭门羹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大 我还是有点怕的 你也就这点出息 对了 昨天我去药王洞翻医书 听说了一件怪事 什么怪事 天宫正在缉拿奸细 书是混进了魔族中人 还盗取了原家的传心钉 之后便不见了踪影 天雷真君大怒 现在正在各宫各殿盘查 魔族中人竟能混进天宫 现在是这样说的 可是魔君不是已经死了吗 魔君死了 不代表所有的魔族也死了 而且这数十万年来 也不是只有一位魔君 九神是第四代战神 五之戚也是第四代魔君 第四代 魔族中人大多生活在 赴灵渊下幽冥门的魔界当中 不过这魔君不一定来自魔界 修习便是修心 只要一心向善 最终都能得到成仙 若是被恶念侵蚀 追入邪道 就有可能会成为魔 人心最是复杂 善恶往往都在一念之间 一念成仙 一念成魔都在于自身 这么说的话 吴之奇死了 还会有新的魔君出现 道理上是这样的 不过应该也没那么容易 要不然也不会天地初开这么多年 只有四位魔君了 那就好 你好像很担心的样子 你在担心谁 这还用问 他当然担心那个九成了 我说傻娘 你又担心变回你的天息工学 在这干吗 真是矫情 你烦不烦 他堂堂一个战士 用得着你瞎造型吗 别说一个奸细了 就是魔君他全家都住进天宫 他都死不了 阿易师姐 你看他 好了 都多大人了 还吵嘴 起来了 早啊 师姐 昨晚睡得好吗 好 我已经很久没有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你真是心宽 只怕神尊一晚上都没合眼吧 你使性子也该使够了 你的想法不错 想多要些时间 是修炼仙法也好 是去凡间行走为善也好 都是正道 你怎么想的 就直接与他说便是 更何况 领月国主现在重伤昏迷 你想在他身边尽孝 也是理所当然的 又不是让你即刻就成婚 你躲什么呢 灵溪 你们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好不容易这风雨才要过去了 应该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时光才是啊 难道要像我一样 等到失去了 才会毁吗 事件 我知道了 事件 我知道了 知道了就快点回去吧 我这炉药还需要一些时日 等练好了我就给你送过来 多谢事件 战神人呢 刚刚随便 去把大家给看 尽快 我这儿 你把你送回来 你